大家好,我是東橋的包伯 來東京自助旅行的時候不想一直帶來市區嗎? 東橋帶大家來一場精彩的三天兩夜自駕遊吧! 我們這次自駕遊將會cover草莖、清景澤以及木克三個區域 面積大概1000平方公里 影韻力現在稍微小一點點 那我們首先假設下午開車抵達草莖吧 到達草莖之後,我們先在草莖庭的中心走走晃晃一下 我們推薦先看一下草莖溫泉水的主要源頭湯田 等等跟晚上的湯田做比較一下看的什麼不同 接下來我們在溫泉街逛逛吃吃當地的民餐 我們在家路邊的小店買了兩個烤鮮貝 一個是甘口醬油,一個是美乃滋 如果這是鮮貝的話頭髮滿妙的 因為它整個是軟的 會吃到一點米的香味和醬油的香 想要做休息之後我們徒步走去西枝河原公園 在我們身後的這一大片 在流的並不是小溪,而是溫泉喔 這邊還有溫泉的布布耶 光是站在旁邊又感覺那個熱氣席卷而染 好像夏天喔 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可以在西枝河原露天溫泉泡泡湯 消除一天下來周車勞頓的疲憊身軀 泡完溫泉之後我們徒步走15分鐘 可以到達今晚下榻的飯店 Hanayatou Belts Check-in 這個飯店的特色是河洋滾達風 整體感覺滿溫馨的 稍後做休息之後也吃晚餐的時候啦 從飯店走10分鐘左右 可以到達當地評價很高的居酒屋原市 吃飽之後我們再到草莖的中心區走走吧 晚上的湯田跟白天截然不同的感覺 後方有一種超級迷幻的感覺 感覺有那個UFO會來接我們對不對 對 今天晚上的感覺怎麼樣?Wayne 這是我來過最迷幻的溫泉箱 對啊,只差沒放五卷對不對 真的,超酷的 時候也不早了 我們趕快回飯店休息 期待明天的行程吧 起床簡單吃一下飯店副的早餐 這個飯店裝潢也真的不錯 吃起早餐還滿悠閒的 用料都滿實在的 然後吃起來也不會太刺激的 所以早餐然後慢慢的平常享受 接下來開車45分鐘 我們來到了由火山地形組成的鬼鴨出源 為了祭祀這個非常久以前啊 因為火山爆發而罹難的人 所以這邊蓋了一個觀音堂 開車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清景澤囉 肚子也餓了吧 今天中午來吃點小小高級的義式料理 安博卡 這是以腰烤料理 及腰烤披薩為主的店 然後也是特別任務的披薩擺明店哦 下午的行程我們就呆在清景澤站的周邊吧 現在就清景澤商店街逛逛 這邊啊離清景澤存在不遠 所以走路或騎腳的車來都很方便哦 而且這裡有很多小吃啊 餐廳然後還有一些 手工藝品或是當地特色的商店 離開商店街後 我們到頗有歷史的萬平飯店吃個下午茶 好像這幾個小時都在狂吃東西 那我們走個20分鐘消化一下 順便去逛逛和壁屑雲場池走走 這邊的環湖步道大概15到20分鐘就可以走了 還有一點時間 怎麼能不逛一下清景澤必逛的王子飯店outlet呢 這邊總共有7大區 然後超過240家店鋪 而且與其說這裡是shopping mall的話 不如說這裡更像是一個超大型的公園 然後旁邊剛剛好有購物的東西可以逛哦 爆買完東映之後 晚餐吃個下不下不阿塌鍋 火鍋暖暖身心補充體力 怎麼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湯頭部分雖然跟台灣的火鍋店很多都很相似 但是豬肉的部分呢 在台灣很難吃到這麼好吃的豬肉 今天晚上下塔Hotel Karuizawa Elegant 累了一天明天要很早起床 早點休息吧 快速吃完早餐 開始清景澤周遭的行程 秋天邊看紅葉邊開車還真的滿愜意的 那既然提到了秋天 就不得不去看看秋天的十支教堂跟高原教會啦 從飯店出發大概15分鐘就可以到達 離開教堂之後開車約25分鐘即可到達壯觀的白蜜瀑布 它跟一般很高的瀑布雖然不同 它比較矮 但是它在這個寬70公尺的岩地上 中年它都流不停 即使是冬天的時候也不會凍結哦 接下來我們要離開清景澤 到好山好水的木科區域啦 也是自駕遊風景最棒的區域 為了省下交通時間 我們建議路上便利商店買買午餐即可 我們第一站先到營業超過50年的 牛乳專科摩歐摩歐此之乳製品 但這家店冬天是不宜宴的哦 通常這種牧場旁邊都會賣他們新鮮的牛奶的冰淇淋 那有時候冰淇淋都會覺得他們加水加的態度 但是這一間的就真的是冰淇淋版本的鮮乳 行程繼續往下走 開車約15-20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參觀兩個美美的湖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叫女神之湖 因為這個湖啊 它的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面 都有被樹或是山包圍起來 所以呢風比較不會那麼大 然後這樣看起來的話 湖面的倒影會比較漂亮哦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叫白化湖 那這邊離清穎澤的車站大概開車要大概60分鐘左右 這邊的風景超美的感覺好像置身在歐洲哦 前往最後一站前 我們先到女神展望台看一下大自然優美 那我們就到最後一站北八越纜車囉 今天天氣還蠻好 所以有那個藍天 然後還有很漂亮的山 以上就是三天兩夜自駕遊啦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拜拜